而立法院蓝白党团昨天联手在承讯委员会封杀总预算案 但蓝委罗廷伟疑次受到罢免压力而弃票 遭蓝白支持者炮轰使团结破口 不过今天他态度大转弯 鞠躬道歉 说自己长期遭绿营霸凌 做了后悔至极的错误决定 将深刻反省 做一个勇敢的国民党立委 但是马上被绿委大酸 民意不敌党义 深深一举功向支持者道歉 却因为周二中午在程序委员会上决定弃票 不愿和党团一起封杀总预算案 保证不会再有下一次 我已经在党团自行处分 我会正面迎击所有来自于绿营的攻击跟霸凌 我会当一个勇敢的国民党立委 罗廷伟疑似受到在选区的罢免压力才弃票 没想到周蓝白支持者灌爆脸书 炮轰式团结破口 你居然是怕绿营的一个抹灰 跟遭受的批评跟指教 你就怕了 我真的很担心 在2026会不会一样跟你有机会 当在市议会当同事 沉寂一整夜赶快PO文道歉 强调自己彻夜未眠 是遭到绿营排山倒海的霸凌 心力招罪才做出后悔至极的错误决定 这看在同样身陷罢免朝的同事眼里 心有戚戚言 大家都能感同身受 我们选上我们就准备好好做的时候 然后他们就用罢免你来威胁 有要他请吃饭 叫他洗门风 罗廷文免不了罚款处分 党内同志赶快送暖 但马上遭民进党团大酸 国民党勇士还是被党义击垮 很遗憾民意压力还是不敌党义的压力 曾经一度燃起的道德勇气 最终还是被党的要求 党的束缚给压垮了 投票出现破口 蓝营展现团结赶快灭火 就怕一不小心加剧罢免危机 接触到一位达台北采访不到